不靠来下的蓝白河是走入无言的结局 而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 他在沟雄替黄杰复选的时候 又再度隔空开宣 在野阵营光是乔要去哪里开会 就花了一整个早上 最后依然是没有结果 喊话选民说 不能够把国家交给正的一群人治理 不然我们在这里 大家三名海水 你看 好 好吗 好 三名海水 大家就走走走 赖清德喊话要跟选民三蒙海水 这听起来怎么有点耳熟 原来当初郭台铭和柯文哲 在金门海边看月亮 也是这么约定的 只是如今这三蒙海水已成往事 我们看我们的队友 今天超过一天 说超过一天 跟他超过一天 来开会 超过一天 赖清德 赖清德隔空开算 毕竟他的选战对手们 瞧了老半天 却只瞧出一个无言的结局 把炮口对准 蓝白阵营 来信的也不忘力挺高雄的新生代选将 先前赵天霖出事退选 黄杰临为寿命 接受民进党的征兆 投入立委选战 完全会赢了吗 会赢了吗 你看 白酒当一个人 市场就滑倒了 你看 这样很厉害吧 从下午到晚上 赖清德在高雄连跑五场竞选行程 尽管掌握选情优势 依然丝毫不松懈 记得当明高雄报道